看到这个瞎解的评论真的好感慨 他说作为战哥的八年老粉一开始会担心波波还小没有安全感 但经历了那件事后他说一辈子都会感激王一博 我想说真的但凡一路走过来的老粉李治粉都懂吧 那个时候很多人骂他有说他幕后黑手有说他不出来发声 我想说但凡你不瞎就可以看到那一年他有多拼命 他如何迅速成长 他那一年接了四十多个代言一个接一个的拍戏广告连轴战 他那个时候是真的但父亲好好照顾哥哥的准备了 他们也有看到弟弟是怎么把哥哥行李不离带在身边的 是啊只有真爱他的老粉会知道那段时间的哥哥有波波陪在他的身边 给了他多大的温暖和勇气 那年哥哥去参加活动都要穿着弟弟的衣服因为有安全感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看见的和看不见的爱 虽然年纪小但波波真的是很值得托付的人 你们搞我一个就行 他还小现在看到哥哥的这句话依然还是会哭 这件事当时老粉们应该都知道的 那时弟弟不在身边 而哥哥一个人是在北京 真的很艰难 各种不好的事情都冲他一个人来 甚至还加带上了弟弟 所以哥哥当时很气愤就说了这句话 你们搞我一个就行 他还小 也是希望自己的事不要牵扯到他的小朋友 可想而知当时的弟弟听到这句话有多心疼 多担心害怕哥哥出事 所以当时他知道有很多人在跟他 但他还是不管不顾的把哥哥接来身边的人 为了他哥的安全起来什么都很重要 那一年的哥哥在有匪剧组几乎是跟从事的贪婪 接吾三时他也是经常带着他 他不顾会骂的还把他哥藏在他的残态时间里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好在保护他 这样的感情准不让人感动 话筒成为了多少姐妹的一男评 当时按照流程是由波波 跳完这支舞后和其他主持人一起把哥哥请上台的 这里台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改了流程 此时台下后场的哥哥正在台下目不转睛地看着波波跳舞 舞蹈结束后看得出波波真的很开心 因为他终于可以大声地喊出他哥的名字 正于哥哥擦身而过的时候忍不住看向哥哥 此时波波正焦急地找话筒 他知道哥哥在等他 这个摇头真的瞬间破防了 他知道等不到了 我还没告诉你 对不起我爱你 没有你我无法呼吸 我不能看一位的温情 只是我爱你心中最爱的人的 所以让我们最热恋的掌声 太监时伯哥四度落泪真的太戳我了 太监是八天八夜后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他知道他的小朋友一定有很多委屈想要跟他说 然而那段时间公司想拆嬉皮并不让两人私下联系 直到后来听到哥哥的声音 他想要回头看一眼还被工作人员制止了 后台巡访时 他眼睛红红的出现时 他哥肉眼可见的慌了 第二次落泪是哥哥知道他跑太心了 故意输了游戏替他跳舞逗他 而那时候哥哥还有腰上 故意输了游戏替他跳舞逗他 第三次是唱不忘时 大概是太想念一八年的那个夏天了吧 还有最后说再见时 一个要飞米兰 一个要继续回大山里拍戏 两个人各种隐忍和忽舍 再一次红了眼眶 你仔细想想 想清楚了以后 我对你比谁都好 这个假料说的是2018年 俩人冷战过一段时间发生的 这应该就是18年哥哥生日那次 那天的弟弟在出发给哥哥过生日之前 心情很好 还开心地发了自拍 骑了最爱的摩托车 而晚上哥哥在舞台上和队友们过完生日后 就去了弟弟订的酒店 找师姐和弟弟一起过生日去 后没多久师姐就先离开了 师姐离开后 俩人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有人拍到弟弟凌晨从酒店出来 感觉很伤心的样子 应该就是这晚上 弟弟希望哥哥给答案 让想清楚以后对你比谁都好 但因为哥哥顾虑太多 第二天就看到机场失落的哥哥 一次次的抹眼泪 还难过的掐着手背 而弟弟那几天也是状态不好 节目中很失落 一次次的红了眼泪 彼此在意 但又不得不给哥哥时间去想清楚 后来的他真的做到了 对他哥比对谁都好 哥哥哥那个视频里原来还出现了I love you啊 我本来一直以为哥哥这是在录像 自己边录边说 就像纪录片一样 后来发现哥哥这是一边录像一边跟人视频呢 视频声音是个男生 你听听他说了啥 我的天呀 居然说了I love you 而且听这口音绝对不是外国人啊 这口音一听就是河南的王小猪呀 对方说完I love you后 哥哥还嘿嘿笑了两下 看给哥哥幸福的 这也太甜了吧 后面的保镖居然在吃瓜 说Yes Darling不就是他的爱人吗 在看这里 哥哥在对着手机挥手在剑 那就是确实在打视频呀 不过你俩真的好腻味呀 这也太甜太黏糊了吧 这去哪里都会视频通讯的呗 连I love you都常常挂在嘴边呀 真是甜度爆表呀 哈哈哈哈 伯君一笑是真的 那时的他爱有很多选择 但他却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汪一泊 这是多么坚定的一份答案啊 所以他的小朋友为了这句话 在那一年里 他快速地长成了一颗 可以让他哥依靠的大人 那一年对他来说 是他最忙最累的一年 不停地接待年 跑通告 也是讲最多的一年 而那时的我们很想哥哥 但每次却只能从他的状态 来判断另一个的现状 我们真的怕他不要 我们偷偷跑了 记得最让人泪目的画面 是瞎见 向伯伯大声喊出的这句话 这句话也喊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真的大家都太想他也担心他了 每天的心都纠正 那时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见不到他没关系 只要他好好的就行 小战也好好活着 那一年的他 是他的小朋友让他撑过来的 而他也让他的小朋友 一夜之间成长 彼此依靠 相互成就 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一次 让我们来看看战口 为什么会叹气 这里问了他们两个工作结束后 发现有一堆衣服要洗 会怎么样呢 王那个波他笑了 还是那种一脸得意的笑话 再看看战哥他居然叹气了 天天还得给这个小崽子洗衣服 这小祖宗这样 看来是要把我累死呀 那有没有 雪花飘落 没花开枝头 那有没有 那有没有花枪之后 留下太多愁 不要说 谁是谁 被赶紧做预约 只想把你与你一起 再随一回 爱恨就在一瞬间 好觉得对标美一点都完美对上 你老公是练舞的 他会有那种少女心吗 我老公真的没有少女心 他不会给你发脸吗 他给我是把我 反手这样去锁我的手 锁我的手 然后还压住我 我还要跟我一起对打呢 对打 就是现在想打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我 没有很好的结实 就想打他 他有时候也这样打我 他有时候也这样打我 他也打我 他想打他 他想什么呢 他想什么呢 哇 三下全倒出了 哎 打情骂俏嘛 我跟他的老公亲一个亲一个 他就这样够了 够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我跟他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